老神 怎麼看 看這個以阿的問題 就你殺我一千四 我已經殺你一萬四了 一比十都還不夠 到底要一比多少 No one knows 那現在問題是 這個裡頭千年的仇恨 夾雜的族群 夾雜的宗教 你看教宗代表天主教的 都出面了 但是兩兆的宗教的頭子 回教的領袖 這個猶太教的領袖 有出來講一句話嗎 對不對 到底是宗教Serve the people 還是PeopleServe the宗教 我覺得這很可笑 所以我覺得這是文明世界的悲哀 也是人類普遍的悲哀 我每天都不忍看這些場面 鄧長兄 現在說以色列在大祭城外 擊落敵方的飛彈 夜門的 奇怪 第一次人類有誰 第一次大祭城外 夜門哪裡來的 所以是伊朗支持他的 你怎麼看 有可能 伊朗有長城飛彈 他可以在大祭城外打到 這個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第一個 夜門飛彈太爛 第二次以色列很厲害 對… 不過我跟你講 現在真正的原因還是美國 因為以色列官員 直接就跟美國對嗆 讓布林肯根本沒有話說 以色列說 請問你打伊拉克打阿富汗的時候 你有區分軍人跟平民嗎 請問你有區分嗎 伊拉克的平民死了20萬人 然後他還問 他說請問你當初打日本的時候 你有區分軍人跟平民嗎 你東京空襲就燒死了10萬人 還丟原子彈 請問你有區分嗎 美國根本沒有話講 所以現在真正的 真正的重點是 美國你要不要出手 美國手上是有籌碼 只有他有籌碼 第一個就是他軍員可以停止 第二個是他可以威脅以色列 說我在安理會棄權 只有他有籌碼 因為沒有人有能力派兵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籌碼 他周邊國家都太弱 都不是以色列的對手 所以只有美國有籌碼 可是美國被說得 自己說不出話來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是學你的 不 美國現在 拜登現在自三難保 6個州 搖擺州裡面 5個州拜登都輸 我們看在納瓦達 俄羅斯亞 阿里蘇納 米歇根 巴西巴尼亞 威斯康辛 只有在威斯康辛 拜登贏2個百分點 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贏2個百分點 所以你還不能說 誤差範圍在我看都是平手的 另外5個州 川普都贏4到10個百分點 所以看起來拜登 民調這幾個 這幾個太老了 老沒關係 像老沈這樣 精神很好也罷 腦筋堅持 對不對 老常常講錯話 每次都摔倒一下 然後現在又搞這個 俄羅斯跟烏克蘭還沒搞完 現在又搞了以色列跟哈馬斯 來 韋翰 這麼長久的仇恨 其實沒有辦法就 一時半刻化解 但現在世界各國的希望就是 你不要再去打醫院了 我舉一個例子 觀眾朋友能理解 今天一個窮凶惡奇 在商場裡面到處殺人的一個 對不對 現場的現刑犯 你特首部隊到了以後 他前面抓了個小女孩 你會對他開槍嗎 因為小女孩打在前面 你還是對不對 你要CIS fire 你要停火 你不能打 你怎麼可以講說 我為了要去見面哈馬斯 所以這些對不對 巴斯坦平民 你剛剛講的那是他理由 他是在恨 這個是第82家醫院 他已經打了82家醫院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大家不會接受 聯合國當地僱員死了67個人 記者死了34個人 他根本就不管你 就你要用軍事手段 才能讓他停止 不然他根本就不管你 所以就這樣 剛剛因為我們在錄影同時 因為現在大概是 台灣時間下午的3點多了 我們錄影下午晚上播出 剛剛我看外電 納坦雅胡有鬆口 他說未來可能會出現一些 little post 因為拜登是講說 I think we need a post 他連siz fire都不敢講 他也就是 我知道你們以色列很生氣 但你這樣一天到晚打醫院 也不是辦法 你說醫院下面有地道 所以你沒有哈馬斯 可是你還是殺了平民 殺了小孩 你美國是唯一可以跟他negotiate的 你也不出手 所以對拜登來講 你剛剛講到他要選舉 對他的聲望不好 尤其是在美國的非猶太族的 我覺得說這個拜登 我根本不支持你 他更慘 所以現在納坦雅 我看外電報導是講說 他同意有一些戰術性的小Pose 他也不是想停火 他可能一個小時或是一個區域 對 就至少 你不要再殺平民 你再殺平民 當然也不會自行以色列 不過這只有很 老實在跟你在美國時候不太一樣 跟你在美國時候不太一樣 跟你在美國時候不太一樣 我們那個在美國 美國人其實很支持以色列 一方面是宗教的關係 現在美國的年輕人不一樣 美國年輕人就是很多上街頭 反對以色列 所以我有朋友傳說 現在美國大的企業 大的法律 跟法律有關的 大的好萊塢的公司 大的媒體什麼這些東西 後面都有猶太靈 他們叫猶太靈 所以現在年輕人 已經不管這些了 是不是要再回來 補充一下 這個軍事融資是指 他經由總統直接特權撥付 所以不需要經過國會審查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 這個給你的項目是美國決定的 不是我們決定的 而且要還 烏克蘭已經有第43筆軍事融資 這個未來烏克蘭也是要還的 要給你什麼都是美國決定的 不是我們決定的 所以這個會破壞 我們的建軍計畫 我覺得烏克蘭竟然也 根本還不了 他現在怎麼還 他用你的財產提押 事實上美國已經在部署 重建計畫 成立股權公司 就是美國的黑石集團進去 就是這樣在重建的時候 我去入股 重建 就你們國有國營事業拿出來抵 來 問一下你怎麼看 我想太平島 因為太平島這兩天 應該說11月3號的時候 曾經有中美的軍艦對峙 觀眾朋友 太平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算是可能極少 連東沙島我都有去過 但太平島我沒去 因為那時候馬英九要去的時候 觀眾朋友 他的那個13洞 他降落的時候的油料跟載重 必須要減半 不然他沒有辦法 他會衝出跑道 他的那個條件不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中府 記得臨會就用籌籤的 我自己是會長 我抽 沒有抽到我 我就沒去 我沒去過太平島 坐要山洞 要不然你坐船要坐多久 太平島離我們台灣1600公里 他已經在越南的這個下面 那麼遠 你說我們現在 國安局說我們要派3000噸 觀眾朋友 3000噸其實是輕型的 輕型的 並沒有多大 而且3000噸 本來連3000噸都停靠不了 是因為過去這幾年做一個碼頭 這照片如果可以 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坐了一個側邊碼頭 才有可能停靠這個 就是3000噸以下的軍艦 可以停在這邊 因為這邊太淺了 他會直接進來就會擱淺 他只能停在外側這裡 好 那你接著要派過去 其實太平島那邊 我們現在目前在 這個島上的官兵大概200人 旁邊有菲律賓 中國大陸 越南 美軍的軍艦對不對 那現在菲律賓 因為跟美國已經結盟了 四個基地跟美國合在一起了 美國跟菲律賓是一起的 我們還要再主張這個地方 有沒有進到12海里 他就算進到12海里了 我們太平島的 那200官兵能幹嘛 納斯托丟他嗎 這也沒辦法 這個是 我講這個可能大家不高興 這是現實 他離台灣真的太遠了 運捕都困難 你如何能夠束手那個島 一旦這個區域的緊張關係 提升的時候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軍艦 都靠近的時候 我們能怎麼辦 3000噸的巡防艇是輕型的 他無法在那個當中 保護太平島 可能還是得靠美國 然後什麼時候船有沒有 到那邊去 你海軍 你的軍艦有沒有過去 去到哪裡 到太平島那附近 我們到東 我最遠是沒有到南沙 但是到了烏丘 然後往南是跑到東沙島 我們的船是只有2000多噸 但是沒有辦法靠岸 所以要很遠 我們的船就停了 你要換小船 對 要換小船 才能夠到東沙島 我是有登陸到東沙島 那個太平島 早前是陸戰隊管的 不是海軍 現在換海巡署 海巡 事實上大陸055的標準的巡防艦 是12000噸 所以不可能 你怎麼跟它弄 你才3000噸 你怎麼弄 不是 這個南海這些小島嶼 這些珊瑚礁 對我們來講 是因為當年我們國軍的 某一個部隊去登了 登上去了 變成我們的 現在變成什麼 就十字無畏 七字可惜 老美也非常樂意說 就讓你維持這個樣子 因為總比我自己來 或者是讓老共哪去好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 是佔有優勢的地位 就是大家的代價都最低 但是沒有在老共的手裡 其實你說畫什麼九段線 老共先變成十段線了 休息一下 長官 剛剛康哥在講無敵家 我忙上去查一下 他都是一些交通相關的 交通局什麼 他拍這影片 無敵家娛樂傳播公司 好 我們今天政府有標案 不管是哪一家電視台 哪一個傳播公司 他標了以後他去做 做出來的品質大家可以檢視 政府的錢是誰付的 就是你 還有我 我們納稅人 所以我們台灣的錢 在用於政府的標案的時候 你一定要公開資訊 你不可以把這個公價錢拿去 所謂的青藍 青綠都不行 你今天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都只讓這個青藍媒體這樣可以 所以這個資訊要公開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也給青綠媒體 對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是沒有分藍綠都有 看起來是這樣 現在比較集中青綠 可能覺得效果比較好 OK 但你要公開 但是同一件事情 你把它擴大去講說 剛剛前面講那個 名嘴 學者 還有民調公司 他裡面那個蔡局長 他沒有講得很白 可是顯然他手上 可能有一份名單 我們都有掌握這些人去 可是如果是 他是這樣講 正常的交流都沒問題 但如果有合作 或者錄製節目 或者是有金流的往來的話 那就要調查 審慎以對了 所以他也同時在告訴 這些評論員 名嘴 還有民調公司跟學者 如果你去大陸 你拿大陸錢回來以後 可能就不是 像在台灣拿標案這麼單純 現在因為離選舉 還有70幾天 你有去大陸的這些學者 或者是評論員 他其實後續原本 都還要發表一些 對台灣選舉的一些看法的 像國安局長一講說 有點要做記憶 可能也會有一點點壓力 最近乾脆就 不要再發表什麼評論 我覺得多少有這個效果 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現在被公認為非綠的 也就是藍台 就是本台 對不對 我其他人轉來轉去 沒有一家是不是綠的 那我請問你 你去過大陸嗎 最近 那還有我聽說在大陸 在節目裡頭 言論最受歡迎的 就是阿良哥 那阿良哥你也沒有去 你有去大陸 你也沒有拿到錢 沒有 那你為什麼你的言論 這麼受大陸人民的歡迎 因為公正 對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那你蔡民怨甚至是幼稚 你竟然言之澡澡 講得活影活現 那到底是誰 你又查一下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你應該查誰的言論改變 誰的言論裡頭有配合老共 你又不然你胡說八道一通 還有你講到說這些像三立 像民視拿那麼多錢 那這些錢發下去 有些人就拿了不少 那拿不少的人 他就會言論就很囂張 囂張以後就走到法庭 輸了 輸了要一顆罰金的小事 就是要賠償的好幾十萬 好幾百萬 這些人為什麼不怕 因為他拿到政府的錢 比這個多多了 遠超過法庭要他們獎的罰金 所以這個是非常惡劣的 一個現象 有些民嘴 他不怕 老是被罰 他也不怕 為什麼不怕 因為他得到了有刑 無刑的好處 比那個法院罰到錢多得多 這個不在乎 我跟你講民進黨的入宿 我早就有研判 他選前一定會搞這個 勞狗玩不出新法式 對 事實上反射凍法 他最近也在查 他有舉報幾個人 不過參選的級別比較低 也有他可能會搞王立強2.0 王立強四年前大家都知道 澳洲 無中生有 後來還被遣返到中國 向欣夫婦 王立強現在有被遣返嗎 被遣返 只是沒有接受他政治庇護 沒有 後來他遣返 詐騙 詐騙犯被遣返 向欣夫婦你也知道 所以我是說他在選前 因為民進黨就只靠國安議題 他沒有別的議題 所以估計會有王立強2.0 他 因為國安局手上 一定有誰去大陸的名單 裡面如果有民調公司 有教授 有媒體的名嘴 他肯定會做文章的 因為他去大陸如果參加一些 學術交流 事實上有新聞的 據我了解他鎖定的民調 是哪一家 事實上很多人都知道 你以後就會聽到了 這些民調公司有故意扭曲嗎 沒有 他去那邊就是做一個報告 他對藍白河的分析 就這樣 這是一個福建的一個活動 不是 我發覺 如果有扭曲的話 是把侯友誼 扭曲得很低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對 你要知道中文這些人選 好不好 不要再回來 兩晚會丟出這個新聞以後 大家的重點是擺在抽加熱鹽 跟那兩位長腿妹 因為抽鹽 女色 大家興趣很高 我就覺得那一張抽鹽的那張相片 非常奇怪 因為左邊是梁文傑 再過來是彭文安 他是超冰服的 然後再過來 因為我覺得他像李文中 不過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李文中 所以我嫌他胖了一點 而且年輕了一點 所以我昨天開始到處求證 我今天 我今天在化妝室問晚輝 晚輝趕快去求證 他剛剛回來告訴我 是李文中 現在有趣的是最右邊那一個 最右邊那一個是誰 我覺得你們要繼續追查 因為四個人的身體質的語言 最右邊那一個 我覺得最權威 最囂張 你看 你再仔細看一下 他那就是老闆 他那就是在化妝 可能是請客的人 有可能是老闆 一個很有希望當選的 執政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他的支持者 重要的支持者 在同一個時間點 會在同一個地點出現 是為了什麼 當然只是為了應付應付 有一些其他不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而不是菸 也不是董庫妹 這個才是重點 好 因為其實 從去年裡到現在 這已經快一年的時間 去年國民黨的現場大勝以來 國民黨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的選民 就一直在等 蔡英文總統怎麼樣去卡死 賴清德柏拉選 然後現在就想說 是不是新潮流以外的 民進黨的派系 一定不會支持新潮流 我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方向是 藍營的選民的主流意見 不過我的看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前幾天我也有訪問賴清德 我也問他說 你在黨內人緣不好 你手起刀落 改革 不會支持你 不會支持新潮流 他說不會 因為就不會贏 民進黨為了要贏 現在已經進到選舉前 最後其實幾天 我不認為這個時候 其他民進黨的派系 會去想要弄新潮流 好 第二個 因為賴清不是第一次公布這個 我們不問晚會的 他上次公布的前一個 而且重傷的是誰 是陳時中 一樣是狗仔隊的手法 但他的手法是拍了以後 週刊不願意刊登 所以就給你了 這看起來也是 但上次可能礙於市長選舉敏感 這個基本上就是抽菸 趕快去罰 2000塊到1萬塊 我相信梁文傑會很快會去給 至於晚會講的那個 賣這個電子菸的 其實了解梁文傑的朋友都知道 他是去日本買的 他不是說在台灣買 台灣根本沒有代理商 也不只他來抽 很多人在抽 因為他加熱煙 第三個 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目前他們的這個 目前看到兩張照片 一個是曉星的內湖 應該是內湖 內湖的招待所 他也沒有挽著 這個所謂的女陪師的手 沒有 然後大佬是林鄒家拼了 這個南京東路五段的一個居酒屋 他們本來就定期都會聚會 他就是常常抽菸 所以這個事情 因為梁文傑本身並不是參選人 去年陳時中 他還是市長參選人 現在這個時候去打梁文傑 而且今天有網紅事件以後 根本都沒有人討論這個了 我覺得其實上不到他 最多的解讀就是說 因為梁文傑的夫人 他太太林楚英 是不是有可能要繼續爭取不分區 這個是唯一可能比較能接得上的 可是其實看起來也不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他們確定要給游錫坤 因為同派系 所以我就說 其實這樣狀況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事情對於民進黨 第一個 選情的衝擊傷害有限 第二個 他並沒有去傷到 真正的參選人 而且這應該不是什麼黨內的惡鬥 而是狗仔隊拍了以後 週刊裡面的主管 不想要用這個照片 他可能跟了半年 從5月拍 拍到後10月 一整套準備要出了 結果後來不要這個稿子丟了 換下一個 他就把照片流露出去了 不過可能就是廣義要打新潮流 廣義 但問題是這個好 因為那個聚會都是新潮流 OK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再補一句 因為新潮流當然是新潮流的聚會 這個如果像某立委 接受詐騙集團招待辦公室用車 這就傷了 今天你說他那邊吃飯抽煙 這個是什麼傷 因為這個人的人設 梁文傑的人設本來就是 會去酒店或是什麼 你今天 對不對 是啊 他本來他也沒有對外否認 所以我覺得傷不重 有沒有改變 我的看法 沒有改變 你的判斷 因為現在絕大多數人 都認為破局了 認為這個會合 而且不需要經過投票 也不要經過民調的 本來有三個 但是吳子佳跟陳順山退了 今天當然多加了一個趙順山 但是趙順山沒有講 到底是不是有經過民調 或者投票 他沒講 所以非常清楚的講 這兩個方法都行不通了 但是柯文哲乖乖的最後 乖乖我收回 我講乖乖他會不高興 任何讓他不高興的話都不要講 他最後一定會上火車 你剛才那個火車的 你沒有記得很清楚 火車這個比喻其實是滿好的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跟朱立倫最怕破局 所以柯文哲就說火車來了 走了 他不回頭的 所以你這樣沒機會 朱立倫說火車哪有來 火車還沒來 王世堅更挑剔了 王世堅說你在火車站等高鐵 捷運站上等高鐵 我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火車是在車站裡頭 我等你柯幣 那現在你看最近的 美利島的民調 這個侯友宜上去 跟柯文哲下來 完全做和服劫 一上一下 這個票很少跑到耐心的那邊 所以這個不是氣保 是什麼呢 當然是氣保 但是這個氣保不是很明顯 還沒有很徹底 但是問題是柯文哲 柯文哲這個人 我覺得連晚會都不太了解 他老闆 柯文哲這個人是兩面人 他嘴巴是講得很漂亮 他就是一個非常有理想 非常有崇高目標的政治家 但他心裡頭 其實想的是公立 權力 這些所得所失 他一天到晚都在算 我認為柯文哲今天 他昨天就講了 還有十多天 說得太長了 我們重症醫生又來了 他說我們急重症醫生 最後五十秒一兩分就夠了 既然當事人 人家都講藕斷絲連 這個當事人都把這個藕都沒有斷 這個藕沒有斷你哪能看到絲 絲都不會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旁邊的人 都隨著柯文哲起舞 把這個看成說大概沒希望了 我認為我抱著一絲希望 不只一絲 最後 為什麼只剩下一絲 我覺得最後柯文哲想來想去 我如果和有個副總統 有幾個部長 民眾黨從此有機會 不和的話恐怕什麼都沒有了 偉翰的講法 偉翰是說 根據他第一線跟柯文哲談話 柯文哲是有把握 在最後三個候選人交叉辯論的時候 柯文哲有把握把侯友打得一敗塗地 然後侯友就邊緣化了 然後他跟賴清德對幹 然後他有把握選上總統 我覺得偉翰真的是很天真可愛 我跟你講 他是在吹牛給你聽 我跟你講 他真的分開講 我相信吳子佳的看法 他會敗得很難看 又會回到只是一個 小黨的黨主席而已 你講了副總統有幾個部長 他說這就是乞丐 你把我當成乞丐 不是 他說國民黨不是講你 不是 不是 你要分清楚 他是說用副總統 來跟我交換組閣權 那是把我當成乞丐 他這句話是不通的 但是沒有人覺得這是不通一樣 所以有組閣權 總統有組閣權 不是像我們主演講說 總統你做組閣權歸國民黨 不是這樣 你嚴格來看組閣權誰的 總統的 保審你的誤會 所以他就說你用組閣權來換 用給我副總統 換我的組閣權 就是說你不要我當總統 只給我副總統 他的話是這個意思 大家要聽懂 柯文哲沒有那麼笨 老師 你連你都沒有聽懂我的話 我不是這樣講的 我是說總統 副總統去比 看有什麼方法比 不管誰當總統 副總統 組閣權都是國民黨跟郝有儀的 什麼你當副國 不是這樣 不管誰 因為你民眾黨 他自己也講 他沒有能力組閣 不是還有一個誰講說 當總統有6000個位置 我民眾黨那600個都派不出來 民眾黨有一個人講 他現在是這樣子 我講的是一個實情 實情就是這樣子 但是柯文哲可能不爽 如果我們副總統 我給我幾個部長把我當乞丐 其實不是 聯合內閣不都是這樣嗎 德國綠黨現在不就是這樣子嗎 綠黨你看現在副總理是他 外交部長是他 幾個部長是他 德國綠黨綠黨現在幹得很高興 有沒有被當成乞丐 並沒有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合或不合當然時間 真的不多了 只剩下最後 下禮拜中 你20號以前就要決定了 對不對 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們需要再換 政長兄 你看看郭台銘幹嘛 然後大陸的查稅 查土地 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他的考慮 不會是這個因素 還是因為民調 因為你不足以當政的 你不管對侯 對柯都是如此 我認為郭台銘跟柯文哲的合作 不一定是他本人 因為上次他就推薦高宏安旦部分區 所以他有很多模式 比如說賴沛侠來當副首 這也是一種 就是說柯賴沛這樣 不是 我是舉例 柯賴沛 我的意思是他有很多方式合作 還有部分區 民眾黨的部分區現在 也還沒有拍板 所以我覺得他有很多方式合作 還有比如說 他未來推薦人入閣 如果柯當選 他可以提前做一些承諾 老師 我是100%不同意阿聯哥的講法 不管阿聯哥在言論界 多受歡迎 但是他這個講法 完全把郭台銘 看成完全不一樣的人 郭台銘搞 國民黨搞了近乎一年 是這個樣子嗎 他忽然間變得這個 這個樣子就好這樣就好 我覺得寫華麗轉身的人 這個人 我跟你講 中文系不能廢 你知道嗎 這個是濫用成語 你知道嗎 這個什麼叫華麗轉身 這個怎麼是華麗轉身 因為民調都拉不起來 這個是華麗是 當新的時候很驕傲 很風光 你知道嗎 這華麗轉身 不是 老沈 中國成語裡面沒有華麗轉身 這四個字好不好 這是現代用語 這不算成語 這不是成語 這個叫 錢里祭窮的窮途末路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講來講 郭台銘已經沒補了 最後他附的也不幹 又沒辦法做這個 沒辦法做那個 最後一個就是他民眾黨最好的 譬如說八席到九席 裡頭郭台銘要插兩席 三席 那不是回到四年前 最後是把高宏安插進去了 高宏安就真的在安全名單裡頭 最後就當到立法委員 最後又因緣計劃 又變成先逐市長 我告訴你 人在世上只有一次 我跟你講 有的時候起高樓 有的時候樓塌了 有誰能夠想到高宏安的風光 原來是埋葬了他的一生 你知道嗎 這種事情要看破 郭台銘他說做人要精明 我覺得現在這一年來 這不精明的就是他 華麗轉身是英文 Splendid term 歡迎這太好了 有一句話叫做求人得人 各自歸對 從剛剛到現在這幾個話題 我很快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說上個禮拜五以後 我就說我對於侯科配跟科侯配 討論已經沒有任何興趣 因為照講上個禮拜五 就是火車開走的時間 因為中國時報做了頭盤頭之後 記者跑去問侯友宜 因為中國時報講說 直到禮拜五最後通碟 過了就不必再談了 侯友宜的回答是什麼 火車過沾沒丹人 人家問你這一題 你的回答是這麼強硬 那當然到禮拜五二四年 就朱立倫跑出來踩車 就說沒有 沒有 這回事 好 那不管 總是這幾天過了 五 六 日 一 沒有進展 我覺得求人得人 剛剛這個博弈在講 也是我看到這陣子的情況 藍引的選民回流 因為藍引的選民 對柯文哲產生不量解感 那都是你破壞的 所以求人得人 國民黨也把你的選民遷回來 民眾黨還有他的年輕知識者 他們也不想投給侯友宜 各自選 各自的 這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除非有重大的轉折 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助鄉 郭台銘當然可以選到底 剛剛大老師認為是前驢技窮 但我認為 當然一個角度來看 103萬的連署 是中華民國史上可能第一高 因為當時宋處於106 還有許信良跟朱惠良 扣除了以後是94萬 11月14 中全會要公佈他的連署分數 因為這次沒有另外一個很強的組 跟他一起連署 所以除非是大量重複騰血 103萬 扣完以後 在94萬以上 譬如96 98的機會非常高 郭台銘極可能成為中華民國 獨立參選連署分數最高的人 結果這個人連署分數這麼高 卻不參選 剛剛亮哥在講 我覺得有可能 如果郭台銘他不詳選 或覺得選不贏的時候 他把他的力量灌注給柯文哲 怎麼看都覺得他會去支持柯文哲 不會支持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目前是 基本上是一個翻臉的狀態 所以如果他當柯文哲的副手 大家會講說怎麼可能 那就是看要不要爭那一口氣 我也覺得可能性不高 可是他把一個 為了他放棄美國籍的賴佩霞 去跟柯文哲合作 他就可以把他那8% 甚至到10%的鍋粉直接過來 他也不能沒有在這個大園動有角色 因為已經有20個人 當然他說都跟他無關 這整個全台的那個有沒有 連署書 已經20個人收押了 他不能沒有底氣 他必須是繼續往前進 所以郭台銘選到底 這個選項絕對是存在的 但是郭台銘說不選到底 跟柯文哲合為一個力量 那就是為什麼看起來 柯文哲跟侯友宜搭檔的興趣 沒有很高的原因 第三個賴清德今天宣布 他的競爭總部的8人小組 裡面兩個關鍵 第一個大家看到鄭麗君 當國政顧問 他可能就不是副手了 第二個是姚立民 我找姚立民來 賴清德親口講的 我請姚立民 他可以讓我打贏柯文哲 姚立民我們再討論 為什麼賴清德找姚立民 來 鄭教授 我覺得這表示他從民進黨裡面 他認為找不到可以摸清楚 柯文哲打法的人 事實上有兩個人被漏掉了 你沒發現嗎 比如說卓榮泰進去了 那我怎麼沒有羅文嘉呢 邱毅人進去了 怎麼沒有段儀康呢 而且這兩個人都是傳統 民進黨重用的選戰的操盤手 他不用羅文嘉 不用段儀康 偏偏用姚立民 所以他就認為民進黨有所不足 我覺得可是這裡也形同就是 他認為柯文哲是他未來真正的對手 這個事實上會幫柯文哲造勢 韋翰 剛剛前一面段有在講姚立民 這個可以把它整個串起來 包含柯文哲 侯友宜跟郭台銘 顯然賴清德兩個元素 第一個 他把柯文哲當成是一個 重要的對手 或是說主要的對手 第二個 當他已經講 我找姚立民說我要贏柯文哲的時候 他某種程度也在邊緣化侯友宜 或者是希望侯友宜跟柯文哲 他是兩組 你們不要合成一組 因為我就是要打你 我也看得起你 所以你不要讓我看不起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當然姚立民因為2014年的時候 幫著柯文哲打台北市長那一局的時候 他當他的總幹事 他接下來可能有很多的話可以講 很多的料可以爆 柯文哲也要嚴陣以待 因為不是只有他 大家記得在柯文哲這8年當中 離開的局處首長 很多林收明 都發局局長 或是以前的他的機要的幕僚文膽 張藝善 那些人可能最後就變成是 姚立民為首的 毀科集團就會出來 但也證明就是說 顯然賴清德把他2024的主要的對手 目前他講述上可能他有很多謀略 他今天這樣子的一個8人小組 他告訴他 他是在看柯文哲 柯文哲以他的個性 他今天看完以後 他說不定鬥志豪一樣 對 他也是看過我才是能挑戰他的人 我們兩個都PK 觀眾朋友 這次毀有魚不能缺席 就像賴清德為什麼那時候要講空一樣 因為藍白河講了一個月以後 他的民調明顯下滑 所以他跑進來講說藍白河終究是空 講完以後藍白河選民當然不高興 可是他的純粹概念都回來了 現在賴清德單抓柯文哲說 我就是要打你 我還要找姚立民來打你 他們兩個作對撕殺的時候 侯友也不能自己去旁邊 又跑去地方去怎麼樣 他也要加入這一局 他也要加進來 否則他會被別人化 我跟你講 賴清德為什麼把柯文哲 看成主要地人 因為他聽了你的太多的言論 我跟你講 今天姚立民會變成賴清德的 入目之兵 這個是一個無效的白虎湯 有虛有實 虛的就是讓我們下了一跳 怎麼會這樣 那實的當然就是說 他認為傳統的民進黨裡頭的戰將 大概沒有人了解這個柯文哲 這個總算是在柯文哲那邊做過的 但是姚立民是很奇怪 人家問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現在賴清德是唯一的候選人 其實他說沒有定 所以他是唯一的我不幫他 我要幫誰 這第一個 還有第二個他就講說 柯文哲變來變去是常態 不變才奇怪 那我問你柯文哲的變 有比姚立民的變更厲害嗎 一個很會變的人 去批評另外一個會變的人 這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從這個整體來看 我認為目前賴清德 對自己的選情相當程度的沒有把握 徐春瑩這個事情 其實並不是要個人的事情 這是個大事 因為昨天陸委會的新聞稿當中 直接明確告訴你 徐春瑩就是不能當立委 因為他沒有放棄 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對不對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 目前35萬的陸配 他來到台灣 規劃拿到身分證以前8年 6年 拿到以後再往後過10年以後 取得參政權的同時 他居然因為有可能違反了 國際法第20條 在這邊 國際法第20條 如果我們擁有外國籍的話 就不可以 但問題是 觀眾朋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算不算外國 以我們憲法來講的話 現在各自解讀不一樣 以前蠻19總統當我們總統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覺得兩岸就是 它是個特殊關係 可是現在蔡總統跟賴副總統 講的都是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國互不隸屬 所以邱燊燃跳出來 他認定就是 他必須根據第20條裡面的第4款 你要主動的去放棄這個國籍 而不是說 他沒有辦法讓我放棄所有 我就不要了 我也找出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第9條 第10條跟第10條給大家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法第9條 他確實無法放棄國籍 因為定居在外國的中國公民 可以放棄國籍 可是中華民國不是外國 但是還有第10條 有其他政黨理由者可以主動申請 許淳穎可以去試看看 我因為家庭及工作因素 我要放棄中國籍 可不可以 就是跟中國大陸的相關單位 因為其他在外國 都有那個使領館可以去放棄 你現在沒這東西 我跟你講兩岸互不承認 互不承認主權 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 要讓許淳穎放棄 等於就他變成無國籍之人 有哪一種國家會這樣做 兩岸是互不承認主權 互不否認治權 我既然不承認你主權 我就不承認他是你的國民 從某個角度 不過當然阿Q的就是這樣子 來 老闆 我叫柯務省 如果跟背景有問題的人 有過來往就承認 你不要把蔡英文拖進來說 你到底經過這道具事 我跟你講 以我的歷史 我當委員的時候 我一年婚商喜慶二十年 你不排 unsure 他經歷不會 你不講話 我一直以 turmeric 就是你爲了 那種風的 我不會聽到 我不是想一 bonds 該就是它 你嗎 我不是想一搭